大家好我是尚心凌 我是刘志明 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数 志明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现在大家最爱讨论的就是通膨之下该怎么办 其实今年大家最担心还是通膨战争升息的这三大问题 因为一战争油价就涨 带动所有东西都会涨 上一季我们台湾的那个CPI在2.3还是2点多 反正就是2点多以上 其实我们控制很好 那看起来台湾了不起最后是3%左右 那你等于是不算算是通膨算微微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把钱放到定存 你现在可能1%的利息都不到 那你是不是就被吃掉了 所以说还是要找一些比较稳当的投资机会 让自己的投资报处至少再超过通膨也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季抵第二季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去认真去执行的一个动作 可能看起来有三个产业大家可以注意 第一个就是LED 然后通讯跟连接器这三个产业 我先讲LED LED是几乎前五六年其实都状况都不好 然后等于是去年才慢慢有复苏 主要是因为苹果而开始做miniLED的东西 要使用miniLED 那你看起来就是 有点改朝换代的那种感觉 科技的东西 因为其实miniLED是做的非常微型化 其实它就等于是LED用半导体的技术 把它做的更小更更近 所以它其实进入门槛投资的高 然后面板的神性画面会更舒服 对 所以大家追求画质好看 对 然后其实这是一个趋势已经启动了 那就是说科技产业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只要有创新的东西进去的话 其实它的不管是营收毛利 都有可能机会往上走 那我觉得像miniLED这个产业 带动了LED产业的成长 我觉得去年有看到一些眉目 然后今年我觉得会持续成长 其实观察指标 当然大家会注意什么负财跟异光 之前负财为什么会大涨 是因为大家期待它 它其实前三季的EPS都还不错 结果第四季的公布EPS只有0.65左右 等于是去年才赚3.3 本来法人估都在4块钱以上 后来你看它第四季没有那么好 然后所以就从890块涨到100 然后又从100又跌到80块 那我觉得它这个趋势 当然短期它还是会做个盘整 然后其实应该是过第一季 或第二季之后就有机会往上走 原因是因为今年传输苹果 它的大的那个Map Pro 是要用miniLED的 然后三星也要推出很多miniLED的这个电视 其实miniLED的用量也会越越多 那还有一个局势就是说 像microLED其实也在创新之中 那像很多元宇宙的那个头盔 它会用到microLED 其实DLED产业的发展 其实有除了miniLED在这几年会有不错成长 microLED还可以再有一个成长 所以它会持续比其他的科技产业要多一点点时间 那因为其实你看我们观察之前科技产业 成长的速度都很快 它其实涨幅都很高 那我们现在当然就找一些 它相对是在低机器的部分 那它如果有创新的东西 它往上成长 会比涨多的那些公司要好得多 因为毕竟涨多公司它现在回档 上面都是套牢量 对因为又有战争关系 所以现在铺动度很大 铺动度很大 所以说相对起来低机器安全很多 低机器比较安全一点 那还有一个就是液光 它除了LED啊 miniLED跟车用5G的那种光偶元件 其实它的那个产能是越来越高 像去年好像只有四五亿颗 今年可能会成长到九亿颗 所以液光其实今年也有不错的成长 再来就看通讯产业 听说最近一开战之后 整个通讯产业成为了市场上的指标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5G的记忆台 大家都设置了主要的那个都完成 那再来就是小型记忆台的设置 开始可能在往后期间会开始成长 那去年这个产业本来已经有转好的迹象 但是因为又是缺什么DNIC啊 缺什么 对对对 其实主要就是缺晶片 就是半导体缺晶片 那今年的状况就是慢慢疏解 那疏解以后它其实就有机会 把去年没办法出货的量在今年补 那一般我们观察 比如说今年新的规格是Wi-Fi 6 那之前是Wi-Fi 5 那Wi-Fi 6的晶片跟Wi-Fi 5的出货 可能差距是大概两成左右的这个出货价格 其实它价格就会往上走 那对这些像智义啊 中雷啊 起机 正文 正机这样的公司 其实都会还不错 但智义中雷起机都不错 那我觉得正文大家可以更关注一下 因为它有投资指控师北极星嘛 正机也是 大家知道北极星的成长 因为有重量级的人士在里面 所以大家觉得它有机会通过三期嘛 然后正机也是即将要挂牌 因为正文有持有这些小经纪 它将来不管是本业还不错 然后也有业外的加持 那我觉得它也有机会 对市场上感觉好像蛮关注这个集团的 因为可能投资就是这样子啊 可能老板比较积极一点 然后市场上也相对会比较热络 对 那我插个话问一下志明哥好了 就是因为毕竟现在无二战争很激烈 然后整个低轨卫星好像成为现在 也算是通讯的一部分 也成为主流 而且特别是一开战之后 现在是几乎是相关的股票 只要真的一点点边就涨停板了 你怎么看这部分 是利多还是利空 我觉得低国卫星当然要是马斯克 他推展的力道 因为有战争 他可能做的可能会更积极一点 因为大家觉得效益不大 那现在大家可能有更多的考量 说如果万一有什么被封锁 或什么 他其实搭配的那个其实是好的 所以说像比如说台阳 是专门做那个卫星的 那他股价就转强了 这类的公司其实就会有这个战争题材 跟低国卫星往上走 我觉得趋势还是对的 就是这个产业是对的 产业是对的 而且他强调是创新 科技东西有创新 他的毛利跟营收会成长 那我觉得这个领域也是大家值得去看的 再另外一个产业就是连接器 那连接器 当然去年状况也没有想象好 也是因为那个缺料的原因 因为大家都会把 确金片的时候 就把量最大的给那个大公司 那小公司像 连接器毕竟他的量不是很大 所以他还是小公司 他拿到晶片的那个能力是比较差一点 那现在慢慢舒缓以后 其实他就可以解决这样问题 那我觉得还是锁定在 比如说类似Tesla的电动车充电桩 这样的相关公司可以去注意 比如说红字啊 他有倒车雷达的那种连接线 那像红硕 给和硕有那个Tesla的家用充电线 那我觉得他的营收都有慢慢往上走的趋势 我觉得当然二月营收看起来可能是比较淡 那如果是二月营收公告营收比较淡的时候 他股价不再往下走 那可能就有机会逐底往上走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Tesla 就是光充电枪相关的 像健耳心中探针 他们都有相关这个连接器的这个产品要推出 那尤其像健耳心跟台达电合作的相当的密切 那我们知道台达电大概全球都去打那共用充电桩的相关的标案 其实也都效果都还不错 那我觉得他因为塔达电的加持其实往上走的机会是蛮高 因为他去年大概赚4.9多吗 快5块 那今年看起来会比去年更高 那也我觉得都还往上走机会是蛮高的 对补充一下 就是投资人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些像充电枪充电桩这些 毕竟对于整个我觉得产业的拉动来讲说 今年应该算是充电枪就基础建设的元年 就可能去年开始喊 但是整个电动车已经开始在全球各政策的推动下已经动起来 但是你要让他普及就一定要到处都在设立充电枪充电桩的设施 所以其实很明显的从营充可以看到 充电枪充电桩的相关公司是有动起来了 所以投资可以多注意 好的 如果投资朋友对于今天的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要购买我们654期财讯双收看 也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上流投资数 也谢谢志明哥的分享 YouTube的观众朋友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Podcast的听众朋友请记得打5克系 还要留言给我们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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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